那這個部分就是不科學嘛 人家這個去年就已經公布了 你把它當成一個突發事件 還有剛剛委員講的有沒有 它的高度啊 它的距離啊等等 那都已經早就公布了 更何況怎麼講 更何況就是說 你的所有的處置過程 所有重要的這個部長啊等等 全部狀況外 還越南了 還跟你越南 還跟你飛彈了 然後那特性 中文它讀成越南 英文它寫台灣它沒看到 台灣Air Space 簡單講台灣空域 英文寫得很清楚啊 對但非常好笑的 因為它是外交部長 而且它是對現場的 所有外籍媒體宣布 所以這個東西 人家英國衛報 當然還滿含蓄的 說實話 這叫做什麼 丟臉丟到全世界 真的是丟臉丟到全世界 這就是你台灣 外交部長的表現 這就是你台灣怎樣 國防部的表現 你台灣行政院長的表現 你台灣總統特勤的表現 所以真的是完全不可思議 一個是科學問題 一個就是政府團隊的反應 通通都叫做個笑話 好 科學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稍後我請導播 準備一下那個航基圖 很重要嘛 那現在就 現在就要去圓它嘛 所以就跟你講 很緊急 所以我們國軍 這麼緊急的狀況 已經盡力了 這個錯 那個錯都是因為緊急造成的 然後這個論語媒體就說 對啊 要原諒我們的國軍 他們已經很來不及 但是我跟你說嘛 去年就知道了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小建長講的 用直線來推算運載火箭的飛行路線 這是在MISO之後的另外一個不專業 為什麼 因為不管是科技的火箭 或是彈道飛彈在航行的時候 它不是都走直線 是大圓航線進行行動 來導播我們把那個航基圖 調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就很清楚嘛 所以你以為 它這個衛星是火箭推進 包括什麼飛彈 它都是走直線嗎 不是嘛 所以我們的推算 是以直線來推算 但事實上呢 我們看到原判定是這樣 所以他 所以後來才說 有沒有什麼經過台灣的上空 南部海域等等之類的 後來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我要請這個立將軍來講一下 這個部分也曝露出了 說實話了 掉期是一回事 大家笑笑也就過了 那笑笑完之後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國軍夠不夠專業 這個專業在於 第一個掌握時機很重要嘛 因為飛彈過來就幾分鐘而已 那第二個情報的掌握夠不夠 人家去年就公佈了 那你是發射前一刻才掌握嗎 還有一個就是你判斷那個軌跡 判斷那個方向 就專不專業呢 我先講 我笑笑就哭了 因為我曾經在國軍服務過 我也在國安單位服務過 我也陪以前陳水扁總統出勤過 所以其實國安有一個程序 是標準SOP的作業程序 那我首先講 今天所有軍隊 當然是為政治服務 但是絕對不是為政黨服務 你政黨你不能去指揮軍隊 你今天一去指揮軍隊 就鬧出這種笑話 我跟各位講 這個這次的事情有多嚴重 第一個中共說 他們發射時間是下午3點03分 但是我們這邊 我們發布的訊息是3點04分 中間差了一分鐘 我們差了一分鐘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樂山的鋪爪雷達 要在敵人發射一分鐘之後 我們才抓得到這個信號 那一分鐘這個飛彈飛多高 其實這是很重要一個數據 你為什麼要公佈這個 這個幾點鐘 其實每次美軍他們抵近偵查 他就在測試你中共反應的時間 這個對軍事來講 都是很重要一個數據 是一分鐘 晚一分鐘是要命的 一分鐘就要命 第二個 我跟各位看一張圖 就是如果說國安的話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絕對 我相信我們國安的這個單位 我們軍人的素質 訓練的絕對不會比美國差 我給各位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 美國在911攻擊的時候 那時候小布希 正在一個幼稚園裡面跟小朋友講話 這時候911遭受到攻擊 他的特勤人員立刻跑去跟總統報告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小布希那個臉上的那種表情 他是那種驚嚇恐慌 然後一下愣在那個地方 但是反觀我們這次蔡英文的表情 是什麼表情 所以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 你知道飛彈攻擊那種 如果說真的是飛彈攻擊 那種速度有多快 快到什麼程度呢 我跟在這邊講 大家不相信 但是你去看 不管是北韓 或者是美國 或者是普京 他們只要通通走到什麼地方 身上一定有一個帶一個什麼叫做 福德波爾那個足球箱 以後隨時隨地你要反應 你那個反應時間可能一兩分鐘 你就要下定決 下定決心 下定決心來反應 今天如果說真的是 如果說真的是警報突然響 你蔡英文這時候你的國安人員 應該立刻去跟你 在耳朵旁邊跟你講說 現在發布空隙警報 把他拉走 蔡英文不走說必須要把他拉走 所有的特勤是一擁而上的 然後把他拉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你不要說總統在這邊不要怕 我跟你講總統在這邊 大家才比比剩 為什麼會不會是斬首攻擊 就針對你蔡英文那個非難 如果真的是斬首攻擊 針對你蔡英文來的 旁邊就跟著陪葬 我講的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講話 就是你應該把總統立刻拉走 他不管他走走 你就要你國安人員 他不肯走 你就要把他拉走 拉走在旁邊 你立刻要跟國安部 或國安高層來通電話 所以我們這三天同事 做了一個極其錯誤的示範 我跟各位說 我陪陳水扁上大 他擔倒 陳水扁上大膽 就是我陪他去的 我帶他去的 那個快艇在海上的時候 我只能我在他旁邊 包括特勤都不能在他旁邊 為什麼 因為只有我知道 怎麼去閃躲 萬一中共的這種派快艇出來 要抓總統 或者他們砲擊的話 只有我知道怎麼閃避 而且這個事情 我連任何人都不能講 包括誰都不能講 包括參謀總長都不能講 因為你跟參謀總本部講 可能參謀本部會不會有人 把這個機密泄露出去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所以說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我自己做的計畫 我自己安排策略路線 只有我知道 只能我站在他旁邊 接著我要來報告 為什麼我說這一次來講 胡說八道到極點 這個剛剛說 整個修方說把這個航擊圖打出來 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特別去研究了一下 所有衛星發射的時間是多少時間 當一顆衛星開始發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2分32秒的時候 第一節火箭就脫落了 所以你到14分鐘你是什麼意思 然後再看 在2分53秒 昨天沒有隔幾秒 第二節火箭就脫落了 然後在2分59秒 衛星就已經 這個它的整流罩都已經脫落了 就已經是完全在太空 太空中112公里 2分多鐘 就可以到那麼高的位置 那我們再看下面這個 在11分鐘的時候 它已經在太空的高度 700多公尺高 就它已經在太空中了 剛剛蔡委員講的一點都沒錯 它的整流罩什麼都打開 它的翅膀都打開來了 就太陽能板都打開來了 也就是說 我們再回到剛剛這張圖 軌跡圖 事實上這個時間是什麼 它已經是 它為什麼會經過台灣山空 它已經在太空中了 它已經在它軌道之中運行 它會經過你台灣 所以它不是說是 它預進飛行的路線 而是它已經在 太空它的軌道之中 那軌道你經過什麼地方都有可能 它在太空11分鐘都已經到了 你14分鐘你才發警報 那你是不是自全民於死回不顧 然後再來我給各位看一張照片 如果說真的飛彈的話 這個是解放軍 目前最新的這個東風16導彈基地 什麼叫東風16呢 我還沒有列出來東風17 或者是說這個東風21這種超高音速導彈 就是它最簡單的短程的彈道飛彈 最短程的彈道飛彈 各位看看它距離我們多遠 最多大概300公里 它從廣東廣西 這個福建都設有飛彈基地 也就是說如果說敵人真的對我們實施導彈攻擊來講的話 你等到你14分鐘你去發警報 我跟你講警報想都想不了 你所有東西第一級之下 你所有的基地 所有的這個愛國者的飛彈基地 全部都被全別 第一級就是打你愛國者 所以李將軍講得太好 我們剛剛檢討的 當然就是第一個就是所有的致命的錯誤 專不專業 我們行政團隊的一些表現 完全狀況未 第三個就是說假設真的台海 就是綠營覺得這個亡國感這麼強 台海這麼緊張 剛好藉由這個烏龍警報來練兵 就不練還好 這一練就練出了發現 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最重要的包括我們的三軍統帥 都做了極大錯誤的示範 事實上今天很多人認為 在小英當下那個表現 看起來確實吳釗燮是狀況外了 他不在權力核心了 然後這個陳建仁也搞不清楚狀況了 但小英應該是知情的 他第一時間就說是衛星 而且你看他臉上的那一抹微笑 但是在他知情的情況之下 他其實可以去做一個很好的一個 不管說是演出也好 不管說是一個示範也好 你可以你不是要知道緊張感嗎 就讓你的特勤過來 這也剛好是一個示範 結果他就做出了一個最錯誤的事 還告訴大家總統在這裡 所以什麼意思 以後飛彈來的話總統在這裡 你也不要跑 對不對 你也不要跑 你就站原地是嗎 以後所有的飛彈來了 你就這樣嗎 你的特勤都不要動是嗎 所以就整個過程就讓大家覺得 真的是荒腔走板 真的是完全不可思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做好日常的祥 有額外的東西 做好日常 做好日常的 都準備好了 少年 3 by bwd6